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法国确诊病患急速攀升 10月初一度飙迫5万例 过去24小时通报49000例 法国封城令已于29号生效 希望有效遏止疫情 德国曲线也在攀升 单日新增染疫人数 从月初的2000多人 最新通报冲上近2万人 为了阻止疫情扩大 德国政府从11月开始实施 四星期的封锁 英国疫情同样不乐观 10月下旬 每日确诊都在2万例上下 过去一天再添2万4千多人染疫 随着入冬 这波二次疫情将更久也更致命 传出英国政府很可能 从下月恢复现足禁令 西班牙从10月底曲线明显攀升 单日确诊一路冲上2万多例 最新增加2万5千人染疫 再度成为疫情热区 看到美国 过去24小时新增染疫数再次冲高 达到10万多例 多数周确诊数攀升 全美已经连续多日 确诊数都在9万例上下 预估入冬后 死亡率可能半倍 马来西亚单日新增 近期一度达到1200多例 最新通报回落到799例 不过整体染疫数仍在上升中 印尼疫情也同样不乐观 近一个月来单日确诊数都在3-4000上下 尽管最新新增降到2800多例 仍然没能拉平曲线 目前境内累计超过40万人确诊 13000多人死亡 是东南亚软疫数 病故数最高的国家 南韩连日来软疫数都突破百例 最新确诊患者又增加126人 多数来自境内群聚性感染 南韩政府坦言 尽管严密追踪控制 仍然比不上疫情传播速度 日本疫情也在逐步上升中 近来确诊数都在7-800上下 最新通报700多例 曲线走势持续震荡 中国确诊病患也在增加 若不计入无症状感染患者 过去24小时累计33起确诊病例 其中境外输入为27例 有6起是本土病例 密度曲线有下降趋势 最新增加48000多例 尽管相较上月高峰的7万多例 有所减少 但单日软疫数 以多日在4-5万间增减 目前全国累计810万人确诊